EMG ARK-17 和 WG-17 滑套交換能用嗎? 哈囉大家好我是VV 近期讓貨這把EMG SI授權 ARK-17 瓦斯手槍 黑色銀色黑銀 它是GMP代工生產 這把取得完整授權 想必是多數玩家心中所盼所想 渴望祈求能夠擁有放在身邊的其中一把手槍 每當我想到了這裡 閉上眼睛 我就會突然看不見了 但我今天特別想說這把 是因為它的材質非常簡單 鋁合金滑道CNC加工製程 鋁合金磨旋凹槽外管 鋁合金RMR代板 鋁合金增高準心照門主 鋁合金擺基 黏融纖維強化槍身握板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說它的材質了 重點是陽極表面處理 拉絲曝光面處理 補充一點它直上市售RMR內魂點寬良劑 套用MG-17的系統與內部共造 可通用市售同規格之零件 哇靠我就是看中這點 下定決心一定要測試看看 我今天拿到WG-17來測試看看 交換能用嗎 雖然WG-17屬於部分麻綠規格 我就是想要測試這兩把 能不能交換使用 同樣可以安裝免印管有抑制器 同樣彈量約23發 同樣有後座力和無膽厚定 個別卸下彈匣 先測試一下WG-17的彈匣 能不能插上AR-K-17來使用 目前看似彈匣可以直上 也有厚定功能 再來WG-17測試裝入AR-K-17彈匣 也是直上有厚定功能 我們把兩款彈匣灌入瓦斯 AR-K-17彈匣虛滑開筆板 瓦斯垂直灌入 先裝入原廠配置彈匣 空射試一試 非常沒問題 再換上Savi-G-17彈匣試一試 咦?再試一次 很明顯 我們暫停先來試G-17彈匣行不行 好的 再換上AR-K-17彈匣 竟然也可以 再來G-17滑套槍身上下分離 AR-K-17上下分離 裝入G-17滑套 可以裝 滑套也能拉 再換G-17 裝入AR-K-17滑套 有臉卡 裝入G-17的彈匣 可以擊發 再換上AR-K-17彈匣 也可以擊發 似乎越打越順 再來測試AR-K-17 裝入G-17彈匣 不能擊發 我能換上AR-K-17彈匣 竟然可以擊發 以上測試希望你們會喜歡 想看更多測試內容 歡迎下方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在我的粉絲團 按讚 Youtube 按訂閱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